週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國會 遞交一年一度的香港辭職報告 報告強調 香港的權力和自由遭到破壞 這些權力和自由受《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基本法》保護 對此 國務院公開表示譴責 聲明羅列了過去一年 中共打壓香港民主和自由的具體表現 包括 一 根本改革香港選舉制度 包括減少立法會直選席位 對反對派候選人進行嚴格審查 二 打壓新聞和學術自由 包括強行關閉《蘋果日報》 其工作人員被逮捕 香港電臺要求員工宣誓效忠中共等 三 香港當局1月大抓捕 55名民主派人士被逮捕 國務院在報告中指出 香港中聯辦一再破壞香港高度自治 而5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陳東 何靖 卢心寧 坦鐵牛和尹宗華 沒能履行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基本法》規定的義務 因此受到制裁 制裁措施包括 凍結其美國資產 簽證受限 以及禁止交易等 今年7月 財政部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已經宣布 制裁中聯辦全部欺名副主任 另外 週一 美國等五眼聯盟成員國 以及七大工業團組織發布聯合聲明 譴責香港民主遭到破壞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宇威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 pod 祟祝好 5名形区 我們Rel jeux